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王世淺 在這裡特別推薦VANGA 這部電影 我在裡面呢 飾演文謙這個角色 當我接到公司的通知說要演鬥打的戲的時候 其實我就蠻感興趣的 從以前我還沒錄完 我就看過他演個戲 然後錄了行之後也聽了人家對他的評語 其實他是一個戲風人 然後對戲的那個執著那種狂熱 也是我非常喜歡 而且他在講戲的過程裡面 他蠻多元的 然後可以讓演員很 親個一舉就去了解 那雖然這個角色呢 沒有幾場戲 可是卻要把那種內心裡面的東西 要把它詮釋出來 然後我之前的鬥打當然也做了很多的功夫 對我來說 每一場戲都 都很難耶 都很具有挑戰 因為我不擅長這一塊 然後又要把它演出來的時候 那當然就沒有一個方向 那還不知道是不是對 能不能達到導演的要求 夠不夠狠 夠不夠心機 夠不夠誠服 很多很多很多 對我來說整部戲 只要我每一場戲 我都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具有挑戰 那憲哥就是文謙在戲裡面有一個招牌動作 就是會晃頭一下 那這個招牌動作是 那這個招牌動作是 有時候真的 對我來說很難耶 也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你隨時都要記得 然後後來我又覺得很不自然 你要去記這個東西 所以說在我的日常生活裡面 我就會這樣子轉一下轉一下 有時候到現在還是趕不過來 有人說拍電影就跟秀花一樣 然後其實我長期在電視拍長壽劇 嗯 多多少少都會有點遺憾 可是在這裡 漫咖這部電影裡面完全沒有 嗯 因為真的是長場到位 然後導演要求也特別嚴格 難怪人家都叫戲風 笑 只有跟瘋子在一起 你才能夠 嗯 嗯 拍到得到一些讓人shock的東西 嗯 我記得有一天我剛好就 就去李平投嘛 李平投 然後 然後我也提早到了片場 然後 聽說我們這部戲請了韓國都 無止 然後我就 蠻有興趣的 想要去看看 人家是怎麼樣拍的 然後我就提早到了 提早到了 那當然也換了衣服啊 然後我就戴了一副眼鏡 雷棒眼鏡 然後我就坐在 躲到後面 然後就看鏡頭在那邊看啊看 然後突然 我經紀人來跟我講說 嗯 今天就跑去問導演說 欸導演啊 你後面那一個是 又是哪一個角頭的兄弟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他說有嗎 我說回國一看 靠腰啊 那阿仙啦 那仙狗 哈哈 哈哈哈哈 他說喔是嗎 因為我之前都是長頭髮 因為那時候也剛發片 然後突然剪短頭髮 他也 大家都沒看過 然後他突然看到我就覺得 我很傻這樣 然後我也覺得有嗎 那可能是因為現場的感染力吧 嗯 因為你現場那種 氛圍啊 然後他們太子幫在那邊打打 撒撒 那當然我在旁邊 可能我戲 戲就來 戲就上來了 因為我開始又在喘謀 等一下我要拍 我要這麼弄 結果那天我也沒拍 這就是我們豆腦 蠻讓大家敬佩的 永遠讓我們出乎意料之外 可能這就是拍電影 不過豆腦 這裏面也是蠻貴的 喔 OK啦 OK啦 不用擔心 但是2008年 有一部電影叫海角7號 包括你感動 創作我們國片的票房紀錄 那當然 2010年一部漫画 也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對他們支持國家固定 可以讓他們的票房更好 可以給他們強迷國籍 詞其春 wurden 日書 無呢 翻唱 漢 翻唱 翻唱 感谢观看